民间国际统计会长期投入公益活动 为了响应捐血做爱心 每年都会在民间乡举办市场的捐血活动 这次也与收天工合作举办捐血 并赠送许多丰富的礼品 吸引许多的乡亲踊跃捐血 期盼借由活动的办理 听民众响应玩起衣袖捐热血 我们民间国际统计会 一年会举办四次的捐血活动 希望可以更多的伙伴来捐出你们的热血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另外我们松柏林收天工 以及我们冠允加油站 还有我们民间国际统计会 都准备很多办手礼 来赠送给这些充满的爱心的捐血的伙伴 也期望更多的伙伴 捐取你的袖子捐出你的热血 共同来做爱心 民众皆表示 同计会如果有办捐血活动 都一定会抽空来捐血 现在捐血已经变成一种习惯 希望将健康的血液捐出去 帮助他人 我大概每隔三个月 我都会来捐血一次 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 对 我们同计会如果有办捐血的时候 我就会来捐血 因为我觉得 趁自己身体很健康的时候 能够把自己的健康的血液 捐给需要的人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响应大家把爱传承下去 给大家有一个温暖的心 同计会只要是有举办的话 我们都会一起来响应这个活动 先议员于秀英感谢民间国际统计会的用心 长期以来为了鼓励民众捐血 每年都会举办四次的捐血活动 这次与收天工合作 并赠送每位捐血人精美小礼物 希望响应大家捐起衣袖 捐出热血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感谢我们国际统计会 当年以来都为了鼓励民众来关会 每年都在民间基盤 有四百的关会活动 这次跟收天工合作 在民间蒙池基盤 关会活动 竟然有准备一些收礼品 要来蒸赏 也希望就享用 这次捐血活动 共募集了一百六十二代的血 民间国际统计会也表示 未来会持续的举办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重视 捐出热血 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将温暖传递下去 记者邱平俊 民间箱采访报道